首先这个第一题 Z1Z2 它现在叫你求他们两个相除 这两个负数相除呢 它也是一个负数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表达成一个负数的形态 那现在这个Z1除以Z2 你把它写下来的话呢 它是1加i除以1减i 那这个呢不是一个负数的形态 所谓负数的形态呢 就是长得像这样子 a加bi 这样子是一个负数的形态 那这个ab呢都必须是实数 也就是说它是不带i的 那因此呢我们必须要 要在这个阶段呢 你要想办法把这个负数 把它相除呢变成像这种形态 那怎么样子做呢 就是我们在分子分母 同时给它乘上什么呢 分母的共二负数 同学分母呢是1减i 它的共二负数呢就是1加i 共二负数就是1加i 那你这样子乘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共二负数的这个公式了 这个共二负数呢 a加bi 乘上这个a减bi 它乘了之后呢 变成a平方加b平方 这个是共二负数 相乘之后呢 它会变成一个实数 它会变成一个实数 所以说呢 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呢 把这边 这个1减i 1加i 同学这个a是1 b也是1 a是1 b是1 这个1加i 1减i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这个a平方加b平方 也就是1平方再加上1平方 1平方再加1平方 那上面这里 因为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成呢 这个1加i的平方了 你可以把它写成像这样 1加i的平方 好 那接下来呢 继续处理下去 这个分母呢 就变成2 那这个分子呢 a加b 括号平方 把它全部用a平方 加上2ab 2ab 再加上b平方 我们把这个分子 下去使用a加b括号平方 你给它展开以后 它就变成像这个式子了 那这个式子里面 同学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i平方呢 刚好是-1 这个i平方就是所谓的-1 所以呢 -1 跟前面这个正1 这两个就消掉了 因此呢 分子呢 只剩下中间那一项 就是2i 然后你再把2i除以2 它就变成i了 好 因此最后这个答案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i 或者是你把它表达成像这一种格式 就是0加i 这一种格式 写成i就可以了 那你要把它写成像这样子一个复数的格式的话 是最好的 好 所以这一题呢 就这样子写就可以了